浩陵王自登基以来 形势低调不惜奢华 那么这一回 竟然给大荒内所有的士族都发了请帖 邀请他们呢 过来到浩陵国 参加浩陵大王级的回归告绩庆典 不可见呢 浩陵王对这位大王级的厚爱圣宠啊 好 好 好 这大王级的经历如此传奇 在民间漂泊了几百年 没准还来过咱清水镇 吃过我做的肉包子呢 可惜我的衣馆太小 王级肯定看不上了 否则日后我还能吹吹牛 打个招牌说 这是王级落难时看病的衣馆 昊陵王 自登基以来 行事低调 不喜奢华 不喜奢华 那么这一回 竟然给大荒内所有的士族 都发了请帖 邀请他们呢 过来到浩陵国 参加浩陵大王级的回归告绩庆典 族可见哪 昊陵王对这位大王级的厚爱 圣宠啊 我只是一个被抛弃的人 我无力自保 无人相依 无处可去 好一个无力自保 无人相依 无较可去 全是谎言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